笑笑 余叔叔 爸 你别打 爸 罗嘉航 你亲口跟我说的 你会好好照顾我们家笑笑一辈子 叔叔 你可能误会 误会什么 就差捉襟在床了 我亲眼看见你们两个进的房间 亏你还是笑笑的闺蜜 哥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快解释啊 你不都看到了吗 晓晓 不是这样的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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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回家 咱们回家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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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走 回家 行了 你们两个给我记住了啊 从今往后 离晓晓远一点 深tschaft 姐 想什么呢 我在想 余晓晓为什么会跟佳恒分手 佳恒在医院是不是说什么了 佳恒跟我讲说 心脏手术的事情要保密 怕晓晓家人知道了以后不同意 保密 就之前从马上摔下去以后 做的那个心脏手术啊 失忆了 没有 对了 他还说什么了 还说 没说什么了 上一次洪医生来也是为了这个事情 还给他开了一些药 还特意叮嘱他 不要情绪过于激动 要稳定情绪 佳恒总是控制不了自己 也是 我来不及了 我等会儿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等一下 就把我自己丢在这儿 今天这儿的项目 你随便选 记载洛小姐的账上 那洛小姐等着我把你的卡刷爆吧 你呀 走了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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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你找我啊 林依 你终于肯见我了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洛家衡 到底怎么回事 你都站着半天了 你一句话也不说 你为什么这么伤害笑笑 对不起啊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你知道笑笑给我打了多少个电话吗 你为什么不让我接啊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一直说不出口 是我利用了你 对不起 而且 我希望你可以继续和我配合下去 我配合你什么呀 我心脏有问题 活不久了 或许 我还剩十年 或许 还剩五年 不是 你姐 她知道这事吗 她当然知道了 我妈和我姐 一直隐瞒我的病情 甚至连我药的包装 都是换过的 就是不想影响我的心情 导致病情落下 那你可以直接跟笑笑说呀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呢 我当然不能跟笑笑说了 她知道了会多难过 你 你是笑笑的好朋友 你也不希望她难过吧 我明白了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没错 我们是在一起了 你们两个怎么可能在一起 你们才见了几次面 林姨 我不希望你用不理智的方式 做伤害自己的事 我们之间的误会 我跟你道歉 可不可以不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可是你怀了袁一文的孩子 那个孩子已经没有了 这是不合逻辑啊 那个孩子怎么会没有了呢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不用问了 与你无关 那你和骆家衡又是 他说他喜欢我 他要是恒星 你也知道 恒星 他是我一直以来的偶像 我没有理由拒绝恒星 好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吧 家衡 他还在家等着我 再见 你怎么这么冲动就把工作辞了 我事情都办完了 晓晓 好 我已经到门口了 马上上来 我可没钱给你发工资啊 林姨 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大福 你快试试 怎么 还要让我喂你吃啊 多加口 好 你们两个 晓晓 你今天也在洛氏会所啊 林姨 你不是和我说 佳衡在家等你吗 这里 也是洛家的地方 对 这是洛氏会所 所以你应该知道 我今天在这儿拍摄吧 故意演出戏给我看 你想多了吧 晓晓 我们 都已经分手了 我没有必要 演什么戏给你看吧 骆家河 你想逼着我离开 大可以直说 我于晓晓不是什么 赖着不走的人 你故意演出戏看 你也用点心吧 你喜欢他吗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你说 是 我是喜欢他 对不起晓晓 我们已经是过去时了 你也应该放下 好 吴家河你是不是人 不是 吴家河 吴家河 别拦着我 吴家河 吴家河 你为什么这么对于晓晓 你知不知道他因为你有多难过 你凭什么呀 你说啊 吴家河 你也在啊 正好我可以恭喜你 几天不见 你又吃回头草了 你八蛋 吴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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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我 我们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你们俩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俩 发生什么事了 我看着他 你与晓晓远一点 你什么意思啊 骆总 去看看家衡吧 卢神 我们走 来 凌夷 家河呢 他走了 你们呀 去吧 去吧 刚来重庆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两条海豚 跟我们小时候在新加坡 看到的那一对 长得很像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那个时候每到周末 我们俩就会去海洋馆 看海豚 所以你今天是跟踪我 我没有跟踪你 今天在会所 看见于晓晓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你 所以我猜 你应该在这里吧 今天我跟他 算了 没什么 有个事情我想问你啊 什么事啊 微杂志主编 找于晓晓拍摄封面的事情 是你安排的吧 是啊 你也知道 他一直很欣赏晓晓的设计 而且 帮一个普通朋友的忙 你有什么疑问吗 确实是的 然后你就自己垫资 给这位普通朋友 找房屋中间 对啊 你监视我 我没有监视你 只不过你的银行流水账单 寄到了会所 被瑞太无意收到 才发现你有大笔支出 用来租房子 这应该是我的自由吧 确实是你的自由 只不过佳衡 你不觉得这么做很矛盾吗 一方面你想要分手 一方面 你要为他做这么多的事情 我一点也不矛盾 我跟笑笑确实已经分手了 而且我也不会继续跟他在一起 我发现只要提到他 你的情绪就会激动 即使你隐藏得再好 我都能发现 我不希望你自己骗自己 好了 我真的不想再说了 而且 说到骗 你不是更擅长吗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跟我说过 你被亲生父母抛弃 才被妈妈领养回来 但是 你却一直偷偷跟他们见面 问你你却从来不说 我换心脏的事情 你也一直都知道 可是 你却叫管家 还有医院一起骗我 说我只是心脏病 公司的事情 更不用说了 你一直都说我是你弟弟 但是 作为你的弟弟 难道 我连知情的权利都没有吗 不是这样的 好了好了 我真的不想再说了 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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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生父母来找我 是因为知道我在骆家 所以想通过我得到骆家的钱 但是我每一次都拒绝了 我不告诉你换心的事情 是因为我害怕你接受不了 反而病情会加重 我是真的想要保护你 如果你是在保护我 事情就不会变成 今天这个样子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我一直在想 要是我一早就知道 自己换心脏的事情 我还会来重庆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如果的 事情已经发展成今天这样了 你后悔了 我不后悔 对于笑笑 如果你想 你们俩还是能在一起的 不一定非要 算了 分都分了 就这样分手吧 你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体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以前小的时候 妈妈总是忙着工作 我会一直朝着你 陪我玩风车 带我去海洋馆 你跟我说过 有一种鱼 会因为成长的关系 从海里 游回江里 对 这种鱼叫巡鱼 它们都有回游的习惯 当它们还是鱼苗的时候 就会从江中游到海里 可当它们成年之后 就会回到江中 回到家里 我 现在明白了 家合 我们回新加坡吧 长痛不如短痛 妈妈还在家等你呢 我是真的不希望 你再受到任何的刺激了 但是现在我还不想回去 我还有事情 还没办完 行 那你决定吧 现在想想也觉得挺搞笑的 当初不想你们俩在一起 你们非得在一起 现在 反而是 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知道 你一直都对我很好 好 你在这儿处理的事情 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 随时告诉我 谢谢 我愿变成一颗狠心 我愿变成一颗狠心 守护海底的蜂蜜 这儿也有时候 还有你的蜂蜜 只有爱 有多远的距离 如果人还 跌滴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不会 星星 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我舍不得你 笑笑 我也舍不得你 等我毕业后回重庆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到时候你照着我 我照顾你 好不好 这可是你说的 无可及心里了 快去跟你家傻柱子 说几句吧 他都快把我吃了 封明 我不会待太久的 你放心 我当然放心了 那再说了 我不是还能跟笑笑 一起过去看你吗 对了 你可别背着我赛车啊 不然我不会饶了你的 星星 把你新写的歌 弹给我听听呗 我试试 对了 这首歌我还没想好呢 等我想好了 我再弹给你们听 我愿意站在你身边的 和你分享你的悲伤 还有喜悦 只要你需要 只要你想说 害羞了 师傅还会害羞啊 行了 行了 以后你的酒我包了 管够 好 英心 我欠你一句话 您已说 师父 你好久没来赛车场了 明天赛车场见 我有事跟你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嗯 周平那个角色我拿到了 虽然是个C卷 替补中的替补 但是呢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我肯定能红 我肯定相信你 以你对戏剧的热爱和专业程度 肯定能红 我会继续努力的 等我拿到了大把的片酬 我一定把欠你的钱还给你 不用了 若的美女 你放心 我不会像骆家衡那么混蛋 我愚违行走江湖欠债必还 我们交现在这种情况 这些钱是远远填不上亏空的 你还好吧 我 听说你上次赛完车以后 难过了很久 要不然 要不然就算了吧 别勉强了 我没事 真没事 真没事 行 那我陪你 那我陪你 我看生意还不错呀 对啊 江湖就有急 我一个合伙人家里出了点事情 需要资金周转 麻将馆啊 什么时候都能开 你这兄弟真是有情有义 谢谢 对了 大哥 你身边要是有想开麻将馆呢 记得介绍我认识啊 行目更名 作物改性 琵琶山鱼威 好了兄弟 那你先忙啊 我 我先走了 慢走的 好了好了 现在我宣布 摄云 洛嘉欣女士 优秀 班主任称号 这什么呀 班主任 对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在野青春的班主任了 你也没问我同不同意啊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啊 你是股东 你又跑不了 优秀班主任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醒醒出事那天 你 他最后一通电话打给的是我 他只是担心我在比赛中会出事 我为什么要夸他的电话 你 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打着电话那么匆忙 那么匆忙地过那个马路 他就不会被撤 都怪我 都怪我 这不是你的错 这怎么不是我的错 这当然是我的错 我当时太自私了 我现在也很自私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我当时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也太沉重了 我喜欢你 我不是因为我 那我说我 不要跟你这样子 我跟你这样子 我会有什么事 我就是这样子 有什么事 我不要担心 我就是这样子 你不没想到 你不想到什么事 我会有什么事 我一定会有什么事 我去不过 感谢观看 我爸也真是的 谁的快递都敢往家哪儿 什么东西啊 恭喜你 终于成为了最优秀的设计师 我会永远守护你 这 不会是 我就知道不会是他 难道是路深 喂 晓晓 你要不要来看一眼你的工作室啊 我已经把房东不要的家具都搬出去了 明天给墙面改一下色 你选一下颜色呗 不用了 都这么晚了 你早点回去吧 好 你放心吧 嗯 哦 谢谢你啊 第一时间 就把杂志给我寄过来了 杂志 我没寄啊 你说什么 我说杂志不是我寄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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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啊 怎么会是骆家恒 这房子不是陆生帮我租的吗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啊 来重庆之后妈妈学会了 尝尝 不许说不好吃啊 怎么样 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那这个呢 怎么了 太咸了 盐放多了 和妈妈的习惯也是一样的 家恒 有件事我想要直接跟你说 这次复查的结果不太好 我知道 我一直都很担心你跟笑笑之间 你说你再见她 再发病怎么办啊 每次见到她 我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机票我已经买好了 不过你要是不想回去也没关系 妈妈那边我想办法 我还要做什么事 我考虑好了 离开重庆 行 那这样你先回去 瑞克的破产清算流程 我还要继续跟进 重庆这边的公司 我还要做一下资产评估 等这些都忙完了我就会回去了 那我就给你拿机票 姐 辛苦你了 你说什么 姐 辛苦你了 我送你 我等你 我都想来 我 那我 你 在吉他店 他要买星星的琴弦 在星星的墓地 他拿走了星星的鸡蛋 就连吃火锅 你能吃辣吗 能 微辣麻辣变态辣 变态辣 真的假的 木瓜脸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可就好好 尽尽地主之宜了 也和星星的口味一样 真的会有这么多巧合吗 可是 他怎么会弹星星写的歌呢 可连风鸣都没有听过 完整的一首歌 真的可能吗 罗家豪 我发现你小心思挺多呀 之前追女孩的时候 没少用吧 你可是我追的第一个女孩 谁信呢 我可听柱子说 你心里还有个女孩 想不承认啊 老实交代 如果 她的心脏是星星呢 她的心脏是星星呢 余孝孝 陈氏在不该琢磨的时候 瞎琢磨 有什么事啊 非要见面说 这是 录音里面提到的时间胶囊 就埋在这儿 你 家豪 你跟星星到底是怎么认识她 她出事的那天你是不是也在 这些事情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你能告诉我吗 我解释不了 如果我说 我跟夏远卿 从来没有见过面 你相信吗 我不信 你必须要给我解释几事 不信就算了 家豪 最近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你可以跟我说的 没有事情 家豪 来 这次多亏了你 提供了袁一文 假财物报表的证据 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起诉他 只不过袁一文 没有拿假的财物报表 去银行申请贷款 要不然 他早该被抓了 也不能等到现在 你们这个袁总 虽然人品不好 但是智商却不低啊 做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的 说过不是你 我们还真是很难抓到他的把柄 你怎么办 我去见他了 你不是说不去见他吗 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我们两个毕竟有过一个孩子 你怎么来了 你这是 要去哪儿啊 出当差 来 出差 来 忘了带点东西吧 原来你早就发现了 原来你早就发现了 这么多姑娘 这么多杯子 这么多花 这不是你最珍贵的东西吗 我 我终于想明白了 为什么你一直揪着我不放 我以前 确实想揪着你不放 但现在不是了 这才是好姑娘 往前看 以后跟孩子好好生活 她没了 她 没了 其实 我给你和孩子留了一笔钱 等她出生后 可以让你带着她去看极光 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你早干嘛去了 我 原意外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我无数次地幻想过 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的样子 我多么地希望 你说的这些全部都是真的 但是我没等着 但是我没等着 也等不到了 我 原意外 谢谢你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 我的谢谢 和你的不一样 和你的不一样 我谢谢你 教会我成长 原意外 袁一文 再见 一路平安 千万别无忌 千万别无忌 好 所以你就放下了 还没有 只是觉得 只是觉得 该放下了 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 很洒脱了 好了 别光说我了 说说你吧 我 我怎么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发现你 跟我想象中的 完全不一样 那你印象中的我 是什么样子呢 在我以前的印象里 你刻薄 冷漠 特别的 不好相处 肯定不止这些吧 是的 我之前啊 还和笑笑一起 偷偷说你坏话呢 其实也很正常 你跟笑笑是好朋友 那个时候你们讨厌我呀 我能理解 但其实 你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 从你帮我那天开始 我就发现 你所有的坚强坚硬 全部都是装出来的 所以我想知道 同为巨蟹座的你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说说吧 你的故事 我哪有什么故事啊 只不过是一些 忘不掉的经历罢了 在新加坡的时候 有一个相恋六年的初恋 他的家境不好 所以妈妈反对我们在一起 但是我很坚持 那个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我发现 我当时真的太蠢了 我并不是他的唯一 而他也只是把我当作 能够进入上流社会的跳板而已 你 那个时候的我 真的太傻了 那你跟佳衡 是怎么产生隔阂的 你不知道吧 其实 我不是佳衡的亲姐姐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 亲生父母就把我扔在了海边的公路上 是妈妈发现了我 把我带回了家 并且抚养了我 后来他们才有了佳衡 小时候我跟佳衡的关系很好 他经常跟在我的身边 我们一起玩耍 那后来呢 你们后来发生了什么 后来 我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 想从我这儿得到落交的钱 我当然是拒绝了 但是这一切都被佳衡撞见了 也就被他误会了 你对佳衡是真的很好 连我这个局外人都看得很清楚的 算了 不说这些了 都已经过去了 我有个礼物要给你 是吗 这是 这我不能收 你必须收下 这是你应得的 你不是说想去芬兰看极光吗 好好地休息一下 这就当作是你的巨蟹做姐姐 给你的旅游基金 好吧 谢谢 那你之后 有什么打算 佳衡明天就回新加坡了 我呢在重庆这边 还要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 明天 怎么这么突然 我录过这棵书这么多次 没想到就是这儿 你会把它放在哪儿呢 不是 你们想去吧 你会把他放在哪儿呢 好 对 亲爱的封名 笑笑 等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是从新加坡回来了吧 希望时光 没有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 我们还能够像以前一样 晓晓 你还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吗 那时我刚转学到班里 没有人跟我玩 我就每天埋头学习 越到下课我头埋得越低 但我越这样 班里的一星男同学就越欺负 是你 挡在我面前说不准欺负他 条件竟然只是给你们讲几道题 那时的你真的好可爱 我从来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 但认识了你们之后 我的世界好像被点亮了 我更爱笑了 你们拯救了我 我也想亲近所有的帮助你们 风鸣 你喜欢赛车 但我不让你赛车 是因为我不想你受伤 我有的时候甚至在想 如果火也会赛车就好了 我们永远并肩 这样就能同生共死 人生还 岁月漫长 如果赶不上日出 错过日落余晕 请记得还有满天星辰 还有第二天 夏远欣 这是星星 去新加坡之前买的 怎么找到的 骆家恒告诉我的 你说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还跟我说了再见 他的神情很不对劲 我现在很确定 家恒的心脏 是星星的 你是说 星星的心脏 移植到了家恒的体内 其实我也一直有这种感觉 这样的话 一切都说得通了 晓晓 我之前查过 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人 存活时间都不长 对不起 你拨打的用不过 怎么去你 你说他不是要回新加坡吧 你说他不是要回新加坡吧 请稍后再拨 少爷 我先把行李放车上 嗯 我先把行李放车上 猜ственно 哲夜 对不起 06 对不起 跟我们吻 咱们今天 要是都升职了 晚上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那咱老闺去 奶茶 黑森林 勾起去 小小 你拿我当过朋友吗 还是那种 只知道吃喝玩乐的 虚假闺蜜 又或者是 你单方面的情绪垃圾桶 怎么样 他不在会所 也不在酒店 好 我刚给戴莹夕打电话 她说她今天的飞机 回新加坡 今天 什么时候 她也不知道 我得去机场 我跟你解决 风鸣 我和她的事情 让我自己解决吧 小小 你可以吗 小小 小心点 喂 小小 丽姨 我问你啊 骆家恒他是不是今天就要回新加坡 几点的飞机 你快告诉我 是吗 你听谁说的呀 我都不知道 丽姨 我全都知道了 你不要提他瞒我了好不好 他甚至都把我从姐姐联系 人里删除了 你别哭啊 你别着急 让我跟他最后一面 让我跟他说清楚 让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丽姨 你真的确定吗 哪怕 哪怕他随时都可能离开你 是 我要陪着他 跟他在一起 唉 我说你 你也不想纪念 他在一起 他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认识 你的 我认为那个 空没 他不是 你 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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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天 慢点 慢点 可以 你要是 不用送了 白石的流星 家衡 家衡 骆家衡 你今天怎么了 你脑子有问题吧 对 我脑子是有问题 和你谈了那么久的恋爱 却不知道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从我们思考问题 的方式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家庭背景 根本不一样 我妈和我姐说得对 门当户对 还是很重要的 你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大可以离开 还没人拦着你 好啊 你也可以去跟陆生在一起 挺配的 我跟陆生早就 你这个态度是打算跟我过一辈子的吗 我看你这个态度是打算跟我过一辈子的吗 这是落实会所 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今天在这儿拍摄吧 你故意演出戏给我看 你故意演出戏给我看 你想多了吧 晓晓 我们 都已经分手了 我没有必要 演什么戏给你看的 陆家河 你想逼着我离开 大可以直说 我于晓晓不是什么赖着不走的人 你故意演出戏看 也用点心吧 你喜欢她吗 我让你亲口告诉我 你说啊 是 我是喜欢她 对不起晓晓 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 你应该放下了 我不要 我不要 只有我 依然的梦境 只曾经心 我依旧是星星 你依旧身处于人群 我依旧是星星 你依旧身处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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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依旧的 你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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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依旧 笑笑 你听爸的 那小子他离开你是他的损失 相信爸爸 你将来啊 一定会找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男人 笑笑 笑笑 爸爸进来了啊 笑笑 来 吃饭 爸 哥 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 我还是决定去新加坡找他 我没有办法生活在没有他的生活里 我要找他当面问清楚 如果有可能 我愿意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我做这个事 我够了 我才能够别做了 我回来了 我又不愿意随便 你不愿意随便 我又没有办法 我真正想和你 如今 家衡你再不说话 我就进来了 你怎么不吃药呢 你不吃药你的病怎么好呢 重要吗 吃了也好不了 妈 有时候我会想 为什么是我 要是我没有去重庆的话 现在会不会好过一些 你 那个于啸啸知道了吗 我死了那是我的福气 你以为我怕死 我不我不 欢迎你来 我是个火焰的人 你以为我自私吗 你以为我跟他开开心就完了吗 你问问你的妹妹 她知道我是为了她才活着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看你是四方的哥哥 我才这样说 我爱四方 他也爱我 我们都年轻 我们都是人 两个人天天在一起 结果难免有一些荒唐 然而我相信 我对得起他 我要娶他做我的太太 我没有一点对他亏心的地方 父亲 你不敢生我 你不敢生我 父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啊 第一次让你来看我演出 就这么冷静 怎么会呢 我可是包场来的 当然没有人 你就别安慰我了 我知道自己演得不够好 不管你怎么想 你在我心中 永远是 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 班强人 骆家欣 对啊 林校长 谁让我是你颁发的 优秀班主任呢 谢谢 记得第一次在余家老宅 从见到你冲出来保护佳恒的那一刻 我就想要保护你 但是后来 不管是家里的事情 还是骆佳恒的事情 我都无能为力 对不起啊 喂 别善情啊 其实从你拒绝拆在他们俩起 我就知道你是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人 而且你也清净所有在帮我了 好 谢谢你 让我明白 爱情是需要尊重的 看来你的最佳男主角 也没有让你失望 当然 我还等着你去新加坡巡演的时候 给我留张票呢 我一定会去的 好啊 到时候接你 是 师傅 我想在这里下 能帮我停一下吗 这里是医院 对 我去哪里 找到什么 对 我去哪里 你能帮我 你去哪里 你会帮我 你不能帮我 你不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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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这是医生先给的药 吃了看看效果 外面有个女孩 一直在门口不走 待了好几个小时了 说要见少爷 是谁呀 余孝孝 让她走吧 就说是我说的 你好 请问骆家衡在吗 我想见他 你回去吧 他不出现 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少爷亲口说的 他不想见你 带应熙已经跟我说了 我当初不该配合你偷偷跑去重庆 你看你把你自己搞成什么样子了 照你这么恨你还想活几年 没几年了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不是很会跟女孩子分手吗 我想让他安全地回到重庆去 我想让他安全地回到重庆去 你不喜欢他了 你不喜欢他了 不喜欢 不重要 不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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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潘伯瑞 你好 美女 你好 我是潘伯瑞 你是 我是小宁 我 小宁喜欢吃薯片吗 还好 整包给你 谢谢 拜拜 好 我 好 老子 好 对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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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 我们见过面的就在这家酒店啊 我知道 知道就好 放手 放手啊 那句话说得好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所以是骆家衡让你跟踪我的 民人不说暗话 家衡让我带你回重庆啊 走走走 停 递正 递正 我来都来了 哪有说回去就回去的道理 这个蛮简单的嘛 你要多少钱留个卡号就行了 走走走走 我 看来 你还不太了解我和骆家衡之间的事情啊 来 给你好好讲讲 我跟家衡呢 来 这个菜是谁做的呀 你们先添的菜品啊 我改良的 麻辣火锅配东阴公火锅 新加坡口味 我爸最近胃口不太好 吃不了这些羊蜿蜿 老虞 是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你跟着生什么气 等你们家封明啊 跟那个戴应熙去了新加坡 这些个风凉话 我看你还能不能说出口来 俞叔叔 您别这么说话 这个骆家衡 人品就有问题 你说 他怎么能跟 笑笑的好朋友搞在一起呢 这算什么事啊 爸 万一这个 骆家衡有个什么难言之隐 是吧 什么 有什么难言之隐 为什么不能当着我们的面 把事情说清楚呢 冯明啊 这 到底怎么回事嘛 骆家衡 他做了换心手术 不是 什 什么 我也是刚知道的 他就是因为做了换心手术 担心拖累笑笑 才和林仪在一起的 才和林仪在一起的 太感人了 好了好了好了 来来来来 你爱他 他也爱你 你们却不能在一起 你还准备帮他吗 好了好了好了 所以 你还准备帮他吗 嗯 怎么说 这小伙子还挺有担当的嘛 我是挺感动的 爸 你就别说骆家衡了 感动 感动 感动有什么用 感动能当饭吃吗 就像风鸣说的 他做了换心手术 可 可这十几年之后呢 三千多天以后呢 笑笑 不 那不是还得守火寡吗 我 我这个当父亲呢 也不能眼看着 他往火坑里跳吧 不是余叔叔 您别这么悲观啊 冯明 你们这些年轻人 天天讲爱情 可是你们知道 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吗 是啊 等十几年后 当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你心爱的人 一天天地 失去了活力 最后 失去了生命 这种经历你们有过吗 我有过 到了那个时候 那种无助 那种痛 我经历过 那种痛 我经历过 你 来 来 他 他这么快就答应了 嗯 的确是用了点狠招 多狠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他了吗 你干吗还问这么多 你看 他有没有让你带什么话给我 没有 有了 好像是 有一句什么 他不在的日子 希望你多去看看 星想 星想 吗 没问题 在哪儿 我找我 我找你 你找我 你找我 还可以找我 我找你 你找我 我找我 你找我 找我 陸家航 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 我们不合适 不会有结果的 一句不合适 就结束了 你不让应熙告诉我 你动过心脏手术 是因为你知道 那就是换心手术 不然你怎么会唱那首歌 偶然听到的 我不是个傻子 不像以前一样 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家衡 你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呢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我会离开你 小小 对不起 我 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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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家衡你醒醒 你在重庆海家行进几房啊 唐徐 你你带什么 她的� magaz 결과 宏 你就是 还不够吗 你现在又追到新加坡 你就是不能看他好对不对 没有 阿姨 我 阿姨 贾衡他还没醒 你别气坏了自己 阿姨 是我的错 是我非要来见贾衡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只是在害他 他只剩下不到十年的寿命 你却在这里惦记着自己的感情 你太自私了 真的 只有不到十年了吗 病人家属在吗 医生 医生 怎么样 病人情况很不好 请在病危同罪书上签字 怎么了 医生 罗太太 你先别激动 我们只是整场流程 患者是新梗 如果抢救时间太长 会导致大脑工血不足而缺氧 脑组织会产生不昏密的损伤 会变成植物人的 植物人 你让洪医生跟我说 洪医生出差了 不在新加坡 我希望你赶快签字 不要影响我们抢救的工作 阿姨签了吧 你们放心 我们会尽全力的 佳鹏 你千万不能有事 我会尽全力的 喂 妈妈 什么 江河昏倒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会尽全力的 妈 您别着急 我马上就去订票 行 这样 再见 瑞塔 帮我订今天最早的航班 回新加坡 阿姨 喝点粥吧 没有胃口 贾航不会有事的 您就喝一口 你也来一碗 不用了 谢谢 贾航不会怪你的 我也不会 别多想 阿姨就是这个脾气 医生 怎么样 医生 抢救结束 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目前需要看 麻醉效果结束之后 病人是否能够醒过来 什么意思 如果四十八小时内 不能醒来 就会有生命危险 可能一辈子 也醒不来 佳鹏 余孝顺 你给我站住 佳鹏 佳鹏 佳鹏我是笑笑 佳鹏 佳鹏 我不允许你 佳鹏 我不允许你靠近 佳鹏 陆阿姨 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他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不能没有他 我求求你了 阿姨 我求求你了 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了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佳鹏 我不会再让你见他的 佳鹏 华鹏 佳鹏 佳鹏 你一定要扛过去 一定不会有事的 骆太太 需要你去办理一些 其他手续 阿易 你留在这陪佳衡 我去 请 你小时候妈很忙 一直都是你姐姐照顾你 我没有像别的母亲一样 好好地陪着 自己的孩子长大 这些年来 我一直都管着你 约束着你 佳衡 你不要下妈 等你醒过来之后 你想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好吗 阿易 事情办完了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不 我要留下来照顾她 她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好好地照顾她 你也一直都没有休息过 要是累生病了 佳衡醒来之后跟谁说话呀 您就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睡醒了之后再过来 也行啊 这里有我 好 我先回去 如果有什么消息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阿姨您放心 来 阿姨慢走 不要说我不够兄弟啊 你最好给我起来 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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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坐这了 阿姨回家了 去吧 谢谢啊 谢谢啊 我抓住你了 佳衡 我抓住你了 无论发生了什么 我都不走了 无论你醒 还是不行 我都留在这里 不走了 好不好 喂 爸 晓晓 你什么时候回来 爸 我是不会回去的 骆家衡现在这种情况 别说他妈妈不同意 我都不同意 你继续跟他在一起 家衡没醒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你 那你就守着他 永远别回来了 对不起啊爸 我都没有回来 你不应该帮着我 我都不想就 你吃了 你不待 你吃了 我都不想说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沙姑娘 爸爸没有那么不尽人情的 爸爸只是 只是不想让 让你像爸爸一样 用自己的后半辈子 去怀念你爱的那个人 爸爸多么希望 自己的宝贝女儿 能跟她爱的人 好好的 永远地在一起啊 你还记得吗 你很小的时候啊 就跟我说 你想穿妈妈当年结婚的婚纱 那个时候啊 你还没有那件婚纱的裙摆高呢 你现在啊 已经出落成 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了 爸爸为你感到骄傲 为你感到自豪 爸爸爱你 我就是 咱俩 你知道嗎 當我知道 到你的身体里 是星星的心脏的时候 我甚至有一点开心 我觉得 星星好像是换了一种方式 守护在我们身边一样 可是现在 我们还要再承受一次 失去你的痛苦吗 你肯定会醒过来的 肯定会醒过来 家豪 从一开始 你的姐姐阻止我们 到后来 你的妈妈 我的爸爸反对 从一开始 我们相遇 到后来 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误会 我们经历了太多 都是我余笑笑这辈子忘不掉的 所以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 我不会退缩的 不如爱的珍惜 家豪 我就是坐 我也要坐在你身边一辈子 你就好好躺着 你躺好 飞肯而无声的伤 我就坐在这里 好不好 我行 人家 都是公主被王子守护的 怎么到了咱俩这里 变成王子被公主守护了 满不得人会一起老痴 老痴 穆冠莲 喂 最好的等候 你不是说好要保护我的吗 用不枯萎的 你就是这样保护我的 骆驾和 骆驾和 我不允许你就这样一走了之 听到没有 骆太太 我想有些患者的信息 我有这个必要透露给您 木瓜脸 我想你了 你是说 家行现在的心脏 是于啸啸朋友的 是的 今天早上 洪医生已经把相关的材料 传针给我了 所以说 这对家行的病情 有什么帮助呢 难枚有一例 这样的医学案例 学界至今众说纷纭 有一位患者 他在移植了宫体的心脏之后 频繁出现心梗等症状 不过当患者 跟宫体的母亲一起相处时 患者的病情就稳定了很多 你的意思是 让于啸啸陪在家行的身边 可是家行和于啸啸在一起 情绪就会激动 这样只会再次发作 不是这样的 从检查报告上看 洛家行在回到新加坡之后 他的心脏状况 远远不如在重庆的时候 所以这证明 他在重庆的时候 身体状况至少是好转的 家行 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这首歌是你在秘密基地唱给我听的 不管这首歌 到底和星星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好想听你继续唱完它 你是 是你 怎么 你认识我 夏允卿 你好 我是夏允卿 我是你的心 在你身体里住了这么久 终于见面了 是笑笑和风鸣 他们是我记忆的最初 就闯入了我的生活 是他们带给我希望 陪伴我成长 和我一起经历了生命当中的悲欢离合 他们是我无法割舍的存在 所以 你也会跟着我一起伤心 开心 揪心 安心 可是故事总要继续 我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 是 呃 揪 我 宝贝 我 因为 累 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